好 那麼另外有一位上偶的媳婦 發現原本登記在先生名下的房地 被公婆私自賣出 以繼承人的資格 這個女兒向公婆就求償 房地市價2511萬 沒有想到台北地方法院 審理以後認定 這房子其實所有人是公婆 並不是媳婦的 而且房地稅款長年 都是由公婆在繳納 所以就判媳婦跟孫女敗住 這個很特別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 我先生走了 他的財產是我的 對不對 那這個情形是怎麼樣 請盛美跟大家說明 這個媳婦她是2019年的6月 她是在美國的維吉尼亞州 跟她的先生結婚 她跟她先生都是台灣人 只是就是說 他們是在美國結的婚 然後是在2020年的6月 她的女兒才生下來兩天 她的先生在美國就出意外 就過世了 等於是他們結婚也才接近一年 然後他們在美國結婚 可是他們有回來台灣登記 那先生過世了 按照剛剛蘇律師的說法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的親人過世 你就拿著那個死亡證明 到護證機關就開始辦理儲戶 因為過去我 像我婆婆過世 我們也是這樣做 這一儲戶電腦一打進去 她所有連罰單都會出來 所以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媳婦 她去辦這個儲戶的時候 她就發現不對 我先生的名下有一棟房子 那這個房子 已經被她的公公婆婆賣掉了 而且賣的價錢是2090萬 2090萬 那她很生氣是我 才是我先生的第一順位繼承人 我是魏王人 還有我女兒是第二順位 接下來才是公公婆婆 沒錯吧 這應該是基本的一個 法律的概念 所以她會覺得 那公公婆婆不就到賣了我的財產了 那現在你賣掉的是2090萬 所以媳婦就 對公公婆婆就提告了 意思就是說那個錢你要還我 而且你不是只有還2090萬 你要還按市價登記是2511萬 好這官司就上去了 上去之後她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因為公公婆婆就解釋說 這個房子1980年的時候買的 那個時候不好意思 我的兒子你的先生才四歲 我是借名登記 請問一個四歲的娃 哪有能力買房子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的老公六歲的時候 就跟著我們去美國了 請問她有管理這個房子嗎 沒有 這個房子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他們租給一個機械公司 那這個收租都是公公收的 也就是說 錢是公公婆婆出 然後收租是公公去做 所以公公婆婆主張是 我只是借了我兒子的名字 買了這個房子 現在這個房子的所有人 就是我的兒子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我跟他之間的 借名關係終止 所以我有權力去把這個房子 處理掉 大家知道嗎 最後這個媳婦就輸掉了 因為好像就夢一場 他以為說好不容易發現 老公有一棟房子 結果房子是公公婆婆的 是 好 那這個我想請教一下 黃醫師 如果你是這位媳婦 你會提告嗎 就是在不了解的狀況 因為你知道他才 就是剛結婚才一年 換句話說 如果正常的情形 不是那種交往很久的 就算交往很久 我覺得也是要結婚之後 要很久才有可能了解 附加的財產狀況 所以基本上他不了解附加的財產狀況的話 真的有可能會誤以為說 這個只要是先生名下的這個房產 我身為未亡人 還有我女兒才出生兩天 這個是很可憐的案件 就是可以來申請就是說 所以可能會對於這個公婆 把這個房子處置了 可是他這邊為什麼處置了 而媳婦會氣到去告示 我認為相當有可能 就是公婆跟他的關係 其實也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就是華人的那種非常的 就長輩照顧晚輩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自己的兒子結了婚 才一年就不幸罹難 或者是意外 然後小孩子才出生兩天 就沒有 自己的孫女才出生兩天 就沒有爸爸 一般假設是華人的 家庭的那種長輩 不是會特別的照顧這個孫女嗎 就最有名的例子 其實是李登輝前總統 就是說如果長輩不要去計較那麼多 因為能夠有這麼多的房產 然後甚至移民到美國去 他本身可能經濟狀況 是相對條件好的 所以為什麼相對經濟條件好的人 會沒有給正在最困難時候的 媳婦一點點援助 今天我在猜這個 自己的孫女 對又是自己的孫女 就是說今天我覺得 假設以這個媳婦 他也是我不知道 他的狀況跟背景 如果說一般的人 在已經搬去美國住的話 當然會相信自己要努力生存 可是就是在那個最人生 最低點的那個谷底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孫女 有血緣關係的阿公阿嬤 是這樣子對我們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媳婦 很有可能是 也是為了要小孩子 將來你看他看到自己的老公 才一年結婚 才一年就死掉的話 他不會覺得要未來買保險嗎 所以有時候他的這個動作 不見得是說什麼 真的是什麼貪或是怎麼樣 他很有可能是覺得 我一定就是要為 我自己的小孩來利拚 所以他做出這個提告的動作 所以是 戒名登記是可以要回來的 是 如果是 可是如果大家都戒名的話 對 其實這就是一個問題所在 其實這個案子判戒名登記 我們要先回到 什麼叫戒名登記 其實戒名登記法院看是四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是 你有沒有跟他戒名登記合意 例如說這個爸爸跟小孩 有一個簽一個契約說 我借你的名字登記 這個就戒名登記合意 第二個是誰出錢買房子 誰出這個錢買的房子 如果說是小孩子出錢 那當然不可能戒名 所以爸爸出錢就有可能 第三個誰在管理這財產 誰在收租 那最後誰來負擔一些債權債務 有銀行的房貸 或者說稅金的部分 這看這四個 所以有點難的地方在說 法院要做上帝的工作 因為大部分很少用簽 白紙黑字都是口頭獎 所以說其他狀況來看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有見名登記 那所以法院會查 那這案例裡面有一點 我發現有一個地方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房產 是真的是見名登記以後 他要證明這個 那誰最清楚呢 其實這個兒子 我們想這個兒子應該最清楚 跟他的父母親最清楚 那媳婦通常你想想看 他們才結婚一年 他從這個台灣這樣子 到美國去結婚一年 那其實又生 剛剛生小孩 其實因為這個太太 應該很難過 所以他是抱著一個難過的心情 再回來台灣在辦理說 因為他可能先生說 我台灣有財產什麼的 他就回來這邊看 去查 本來有財產 為什麼不見了 再去調查這個 那你一定很好奇 那台灣財產 因為這個就產生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講一下我的顧慮就是說 其實我雄信 他四歲的時候 爸媽幫他買那個房子 是要送給他 對 只是他無能管理 對 所以就見名 然後我管理嘛 那你現在兒子死了 你應該給孫女 對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 人的感情很難揪 我看來是很糾結 就是因為如果說假設 假設這個公公婆婆 沒有那麼喜歡這個媳婦的時候 他一般人會覺得 那這樣這個錢會到哪兒去 財產是不是被小孩子拿去 可是又到別人去管理 管理 跟本來要給自己兒子的 那種情 感情是不一樣 他本來設想是 假設是這樣 假設說他要給兒子 那就是用四歲八 因為很多這樣 就不用課一產歲 那而且東西又在我手上 就不用怕對不對 很多人會這樣想 所以就給兒子了 可是現在兒子突然不在了 老人家會覺得 我的兒子不在 那這個媳婦 如果又不是我這麼 重義的話 他就他會感覺上 或是這個錢是不是被別人拿去了 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他們會想像說 那這樣那有什麼方法 那這個就叫 那就把它說是見名登記 就可以把它說是見名 就不是給他的 那因為這個東西 這在心裡面都很難講 在法律上要怎麼證明 就變成說 之前兒子有沒有跟爸爸講過 對啊 那房子是我的 甚至說如果 像為什麼我會說 希望每個人都寫遺囑 如果你今天遺囑裡面就寫說 本來我爸爸送我的房子 這個我如果不在的時候 就是給我的太太 我結婚的時候就寫 因為只要身分關係 我們怎麼好意思去跟爸爸 來 你寫一下 好不好 你說這王子是我的 不是 是自己 兒子自己寫 因為其實爸爸跟兒子 他應該是最清楚的 所以說兒子自己也可以寫 兒子寫有什麼用 有啊 爸爸到時候打官司不成功 對 那有的時候是直接 有間接證據 如果是兒子自己寫 表示他們之前 之間可能有些關係 或是一間書信 爸爸感謝你送我 這個房產什麼的 那這些資料如果有的時候 我們要寫信給爸爸 對 寫信給爸爸 搞不好爸爸就露出破綻 破綻 對 這有 真的 要感恩嘛 要感恩或者 親友都知道 這親友三姑六婆 你看我是很棒 我都幫我兒子置產 都送給他 很多人會這樣講 那這些人能夠出來 作證的時候 那這個案子 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往往我們看 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他們當事人才知道 可是我碰到這個案子裡面 我就希望他們能夠和解 因為他們兩個都很痛 一個是上子 一個是上夫跟上爸 就是他的兒子 女兒說看還沒有感覺 可是之後長大會有感覺 他都喪失了至親 他每個人都有很深的感情 在這個人身上 那可不可以教我們 那個信應該怎麼寫 寫給爸爸 寫就是說 這棟房子感謝你送給我 哪有送 就給我 因為他用他的名字了 用他的名字 所以感謝你給我對不對 所以我非常感謝你 那所以表達什麼 或是送點什麼禮物 那爸爸很開心 或是公開的場合就這樣 感謝那個 鄭大哥送我什麼東西 假設你兒子 送我什麼東西 放我房子 爸 我真的非常愛你 那大家都聽到了 有見證人 有見證人 那你也不會否認 我沒有騷擾 這是我的 我的 不可能 公開他 拍攝工 拍攝工 怎麼說呢 這是我的 這不是你的啦 這老子不是你的 推招高招耶 對 平常就這樣子 對 因為 或者父子一起來上節目 上節目 就是 是不是 鄭大哥最會問的 這個 這個到底是不是 你要買給他 還是他 還是怎麼樣 他們就會說這個 那所以就變成 用這些點點滴滴來判斷 是不是見名登記 有 對 所以 寫信給爸爸 寫信給爸爸 寫賴給爸爸 感恩 然後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 其實我覺得對爸爸 應該也會很開心說 其實我 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 我要給我孩子 就是要給他 所以我現在也有考慮 很多財產是要 我的財產會以部分 要捐助我公益 我不要給我孩子 但是我會給他一些 基本的東西給他 那我把它劃清界限之後 他就會覺得 他會 格外珍惜 我覺得如果我給他 就給他 我就不會掉回來 那不給他就是不給他 讓他很清楚 比較不會亂 其實這個新聞 網友是 有人這樣說 說 媳婦生 生下孩子兩天 那另一半在美國 就意外過世了 那接下來他 一輩子都要獨自照顧 這個孩子 肯定非常辛苦 所以公婆不妨 為了照顧孫女 就把賣房子的一部分 所得作為孫女的教育基金 比方說他賣了二零九零 也許他可以把一千萬拿出來 你覺得這樣可不可以啊 那個 我覺得可以的 比較可行 可行 而且如果你擔心 有時候和解的時候 我現在流行一種方法 就是要用信託 今天我要給我 我今天就是要照顧我的孫女 我的孫子 然後孫女 我就是不想要讓其他人介入 那我就做一個信託 信託說以後每個月 給這個孫女 五萬塊 這個假設這一千萬 五萬塊 一年才六十萬 十年 可以用到二十年 還有一些利息投資收入 假設一千二的話 就可以用到二十年 可是會不會 我孫女沒有用到 結果都這個媳婦拿去 跟別的男人 這個就 這個有時候我們就管不到了 但是我覺得 我相信比較不會人會有 因為 每個月 像每個月五萬塊 跟一次拿到一千二 或一千萬 那是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他 而且是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愛的流動 因為他孫 我告訴你 陳一長 孫女會長大的 那你以後 突然有時候老的時候 會想到 想念孫子 就跟我 我現在我能體會到 因為就辦很多案件 我覺得 我最大的心願就是 我看到我的孫子 孫女出生 因為我這樣子 就覺得我有後代 那種感覺會很開心 所以如果今天 哪一天你想到 要想要把這些招 他就是你的血脈 不管是孫子孫女 所以留點這樣 讓他未來會想念你 我覺得這是人生最大的 感動價值 有人說 這如果是自己的女兒 他的處理就不是這樣 媳婦跟女兒就是差嘴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